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019跨境出口电商营销趋势 全球电商市场呈上升趋势 新技术引领消费场景增叠 在目前这样一个不断增长 规模不断增大的红观市场下 我们梳理出六大变化和两大可能 六大变化是场景体验化 交易智能化 金融中心化 营销精准化 购物社交化 以及信息安全化 两大可能则是语音购物核心的支付方式出现 有四个国家值得大家关注 首先是印度 人口基数庞大 年轻化趋势明显 促销活动一带动价格 敏感人群的冲动消费 第二个是俄罗斯 在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下 2018年俄罗斯电子商务市场收入 与俄罗斯电子商务渗透率极大增长 它的营销季节性强 海外并购最多的商品来自于中国 第三个是澳大利亚 有极高的网购渗透率 以及高消费力带来依价空间 第四个是以色列 跨境购物成主流消费趋势 家居 玩具类产品备受欢迎 东南亚市场和东东市场前例序呢 网购平台的涌现 推动东南亚电商经济增长 巨头之间国战 初创企业或难以发展 东南亚独立战品台相对弱化 价格偏低 当地中产阶级消费者正在兴起 中东市场则是目前比较火的 这里有强大的消费需求 供给却很平均 而宗教因素为电商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这两个区域值得大家关注 2018年是品牌化之年 独立战突破平台规则限制 持续蓬勃发展 运营方面全球化趋势明显 急需本地化的运营落地 而B2B的品牌化之路正在进行中 最后 移动互联网以及今年营销领域 提及最多的是年轻化和数字化趋势 年轻95后 00后作为消费的主导 他们喜欢的方式是什么 跟他们沟通的方式应该是怎样的 怎么向他们讲好一个品牌故事 其中 怎么讲好你的故事 以及怎么提高品牌溢价是很重要的 EUVShop家人垂直品类卖家 John 大家好 我是来自南京的John 成为EUVShop的用户已经有两年的时间 很幸运 最近30天销售额达到21万美金 平均年销售额达到200万美金 我接下来分享的内容 偏向于高负购率产品的一个销售历程 我接触过很多不同的平台 最后发现自建站很不一样 客户来你的网站就只看到你的产品 这是自建站最主要的优势 我们现在的模式就是只有一个自建站 然后90%的精力放在自己的网站上 我们就是要深耕独立站这块钱 做有机米 做自己品牌的米 推换货的问题 我们属于单品价值比较高的 所以我们会尽量减少推换货 给前提推换货好 如果买家要推换货 先尽量给钱 如果不行 我们把它发给我们的合作者 要少做垃圾产品 很多时候我不确定某个产品的质量 我宁愿措施第一波先机 因为等推换货非常麻烦 买家买了以后会觉得受骗 站内优化的经验 UVShop的网站已经做得很好了 很多功能是我没有想到的 如果还有其他功能需要增加 你可以找他们的客服人员添加各种各样的功能 UVShop的特点就是可以付费添加额外的功能 而且会做得很好 你就想你的网站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 可以让你的买家用得更舒服 最后 管你经验分享 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人在家办公 我觉得这样有非常多的好处 可以节省每天的通勤时间 在家办公需要给你的同事规定好每天的任务量 给每个人不同的任务清单 让他们在协同办公软件上面打播 告诉你哪些工作做完了 UVShop大家长CEO Marco 我想告诉大家 B2B独立站一天十个巡团一点都不难 80%的B2B独立站沦为摆设的原因 1.身边没有标杆 只是试试独立站 没想看能带来什么收获 2.运营流程临认知 渐战到推广 没有掌握中间的流程与节奏 3.低估了探索的周期 花了几千块钱没看到效果就放弃 推广效果的理想与现实总有差距 图片永远比文字更有利 千名简洁的图片表达的效果 往往比一整篇冗长单调的文章好得多 例如在写关于我们的时候 几张办公室照片 团队合照 整体机械规模照片就足以告诉买家公司的整体情况 再比如 当我们打开一个网页 最直观的就是Banner图 它决定了客户对卖家的第一印象 我们理想中的Banner图有产品的精密细节 相关简介 整体导航栏齐全显眼 但实际上 很多网页的Banner图是非常随便的 没有功能简介 只能让客户隐约感觉到这个网站是卖什么的 有些Banner图甚至让人一口污水 这样的推广效果就更大打折扣了 关于周全内容布局的建议 1. 形象主图要精致不将就 2. 产品图片要详细 3. 产品描述要考虑客户担心因素 4. 简介要涵盖背景 历史等加强信誉元素 5. 展示合作客户 广告视频等证明实力的素材 6. 质量相关证书 收货 换货政策 7. 公司 展会 新产品资讯 8. 联系方式 还有间接电话 至于转化差的原因 油量不精准 网站体验差 战略问题 不要用某天的效果判断整体的效果 B2B独立战需要慢慢探索增长 这是必经的阶段 但大多数人只不予探索过程 日均时刻寻残的营销执行路径 一定是需要前期积累才能有后期的成功 rock 벌代道 5. 广告 5. 广告 4. 广告